是你自己待的时间不够长 为什么我在这里 百分之九十九 几 以前我老人当委不太很吃苦 哈喽各位志友 常在工厂间走跳的我们 最近发现很多厂商都不约而同的说到 现在人很难找 缺工问题非常严重 尤其年轻人更是越来越少见 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工厂里面真的没有年轻人吗 今天我们就来去台中的工业区深度调查看看吧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也请帮我们按个赞订个月 帮助我们突破十万订阅吧 所以工厂里面真的没有年轻人吗 少很多 其实十年前的时候就少很多 这种行业年轻人待不下 他今天去跑乌鱼去跑外送 我不晓得 我现在冲山火 现在不太管事 我不晓得 这人不好找 是从以前到现在 不是现在才难找 因为来我们这边 工室一样 但是工作时间长 同样八点景 我在学乌里问 问自由啊 来 用宿客 付片大丼 做自幼的啊 我不是本人同案 我后面就来工业给你管 其实不是穿场不好 是你自己待的时间不够长 你看看我們那些年輕人 他們的年薪都超過150萬 那是年輕人沒錢 當年五年十年 會失頭五萬人 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 錢這樣而已 其他的都是騙人的理由 如果在同等薪資條件的話 大家可能優先選擇應該是 科技業或是服務業居多 為什麼我在這裡 如果設計方面的話 可能還會有新鮮人想要加入 因為他畢竟還是做辦公室 甚至好像最近都請不到人了 年輕人觀念好像變比較不一樣了 年輕人可能不想被綁在公司八個小時 他們可能想要彈性自由 大部分年輕人其實對於這個產業 其實不是這麼的了解 第一個就不會先考慮到這個 對他有可能會比較先考慮到 就是比較熱門的一些 比如說AI題材相關的公司 因為我覺得自己算是年輕人 欸我十二 之前也有一些年輕人來 一兩天就走了 可能環境嘛 他們可能覺得環境比較熱 或者說比較不符合他們的期待 我們公司已經算兩了 哈哈哈哈 問題是開人期日成本啊 八分七九十九 錢 現在的年輕人真的比較不能吃苦嗎 我覺得我不是年輕人 我老人但我也不太能吃苦 優點 我想不出來年輕人有怎麼優點 現在比我小的這些工作夥伴來說的話 我覺得大家都會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大家會運用他們擅長的東西 我覺得是因為可能我們比較喜歡 就是所謂多工 或者講說就是斜槓 辦公室的話我就是有電腦 那所以其實我除了本職的工作以外 我得省下時間 可能也可以就是使用這些電子設備 做其他可能自己的事情 其實啊都是基因的問題 你要先有那個基因啦 都是基因的問題啦 不要去勉強啦 不管他好壞 然後做 為非做台 或是做到外星 外星球 我告訴你都是基因 一切都是基因 工廠這麼有趣的地方 難道年輕人真的不喜歡工廠嗎 欸 有沒有看錯 那是我最喜歡的女大生嗎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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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 這麼好看的場景 萬一我以後看不到怎麼辦呢 因為我是那個鼎碩的那個校園大使 鼎碩那是什麼東西呢 鼎碩創新它是一個就是 機械製造業的供應鏈的媒合平台 其實你可以把它想像就是 我們是製造業的Uber 一程 工廠應該也會覺得那個就是很久沒有女大生去工廠嘛對不對 所以工廠應該也覺得很開心嘛 對啊 所以我們就是試著想要做一點不一樣的事 為這個工廠帶來一些就是不一樣的改變 那麼女大生的工廠體驗心得是什麼呢 還不錯耶 就是讓那個東西從原本舊舊不太好看的樣子 然後就是經過我這樣子一個月弄 然後它就會越來越漂亮 然後會有那種細閃細閃的那種感覺 對製造業是還好 因為就是一成不變的動作要一直重複做 所以就會比較還好 有很多錢那我可能可以考慮 月薪四萬以上 哦 居然女大生還不只一位呢 其實在你們拍攝的過程中我們也在拍攝 然後我們主要就是把這些工廠環境 然後還有實際上在做的事情 以一個更有年輕化 就是讓年輕人願意去看的方式來呈現給他們看 就是身邊有朋友他們也不太喜歡 他們好像寧願去飲料店之類的 可是就是大家對於工廠想像就像你剛才說 要搬很多東西啊 然後一直做一樣的事情 但是搖飲料你可能就是每天會搖不一樣的 他們可能覺得比較有趣 然後傳統工廠基本上都不會有冷氣 就是我們可能對於工廠現在就是很熱很悶很陰暗這樣 那這裡有人去 對這裡有人 登登登登停 在工廠工作真的有沒有這麼慘啊 那時候的工廠是又黑又熱又不安全 現在像我們公司老闆 其實也都很願意在設備環境這一塊去做改善 就是我們模具各個零件啊 互相主力在經過自己的調整配合起來 就是跟組裝模型很像 跟拼拼圖組裝模型很像 組起來會很有成就感 跑外送 或是飲料 送飲料的 4、50歲之後在做都還來得及 算是可以學到非常多東西啦 可以選比較大的公司 因為資源的話會比較多 像我們公司的話就是它 部門比較多 你也可以從中去挑選你比較有興趣的部分 我覺得設計部還蠻好玩的 因為要畫一堆圖 就是看自己的興趣吧 因為我現在工作那種是 我會接觸到各行各業他們的產品類別 是覺得蠻好玩的 有趣的地方是 你每天會碰到不同的狀況 你會遇到瓶頸 那怎麼把這個模具打好 怎麼把這個機器改善 怎麼讓生產更順利 產品更漂亮 沒有哪一個行業比較好不好的啦 只是要投入要花時間 不要想說高科技 高科技沒有 高科技做做的東西要賣什麼 哪裡用最多 絕對是工廠嘛 一定會有年輕人進來的 所以不用擔心那個啦 你可以看我們公司 你有看到幾個老的嗎 我最老啦 哈哈哈哈 比如說我們鐵頭關 我們工常常走啊 老來老是很正常的 像老闆不能走而已 不是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在工廠工作的志友們 也告訴我們工廠有什麼好玩的吧 如果你是想增加更多跨領域體驗 趕快去追蹤頂碩 下次參加的就是你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不是工廠 我們幫助這一些中小型的工廠 然後為他們帶來訂單 協助他們就是導入我們的雲端系統 就是後續的跟 比如說客戶的這些工程上面的討論 也全部都是在雲端上 可以雙方共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